為了要讓家父的家父過一好年 期完畜業會有一個華新立法鹹水唱 台南香吉公司頂頂的企業做愛心 跟何在信仰極限火鍋 跟百位的家父親自為做威龍過十年 邀請西北這些弱勢家庭的小孩來聚餐 以前是買衣服買鞋子 那今年是買年菜 我們還是希望這些企業家能夠 砲磚引力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鞋桶 還有給他們一些助學金 讓他們基準上平等的 可以跟一些富有的家庭 能夠在市場線上公平競爭 我們特地都能參加議員這邊的活動 華新立法公司在鹽水廠 設立已經快三十年 這個地方我們的公共事務 我們都能參與 所以對這個活動 我們也是很高興的心情來參加 北台南家府中心表示 蔡議員上當關心孩子的做學工程 當年來冠軍一百多萬中學金 幫助小孩讀書 未來的華東也是連頒基盤第三年 真的很感謝他們的誠心 他也邀請很多的議員一起來關懷 所以也特別感謝台南網資公司 以及我們的華新企業一起加入這樣的行動 等等議員還會帶領我們華新的護理 一起來發紅包 那我想這也是孩子最關注的 最高興的一件事 除了威嚕吃火鍋之外 現場要再發散每一個人五百塊的紅包 要再有一宗一宗四十五塊的理財 希望透過一小小的愛心 給家父的家父在那一整個期間 感受到大大的溫暖 南天新聞 翁日台新駅 蔡宏博德